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望暴 好,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不幸严重 因为两三个月之前我们做过一节节目 就说 其实为什么有些国家这么担心援助乌克兰呢? 因为他们可能 他们被乌克兰的军备 会流入民间 流入民间当然 那些比较灰色的市场,黑色的市场 所以呢 而且 你知道 他流入了之后最后 是有机会去到很多分子手上 现在 真的有人证实了 而且不是来自俄罗斯 是 芬兰官方 芬兰的 中央 警察局 他们就说 掌握到情报 情报表明了 从乌克兰 到 芬兰的一些军备 灰色地带路线 其实已经是建立了 乌克兰 从西方获得的军备援助 记住 不是将会 是已经流入了芬兰的犯罪 团货手中 全是厉害的 所以 乌克兰经常说 给我一些厉害的 如果那些厉害的 流入到他们 当然最厉害的海马斯 我相信他有 不会是拿到的 因为 这些太小 和太厉害了 但是 如果这些 对于我们平民来说 你的犯罪团伙有些 中间 威力的装备 已经可以令到我们很害怕 另外 他们也说 乌克兰的这些 缓乌的装备 还从一些灰色渠道 去了瑞典 荷兰 丹麥等等国家 他们的官方的 发言 阿尔格伦 他就说 对于 有组织犯罪集团来说 其实 这些 缓乌的装备 是理想的资本 和商品 他也说 我们的情报已经表明了 犯罪团伙 对于 运送到 乌克兰的 军事援助装备 和 这些装备在战后产生的利益 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他就说世界上 最大的三个非法摩托车团货 即是澳洲的拜奇 他们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组织 已经在芬兰开始活动 其中一个组织是叫B字头的 这个危险 他们在乌克兰的每个城市 都已经设立了分支机构 好像说到有些 分公司 好像分公司 立些军备 好像那些 大企业在各地的公司 是吧 这位芬兰的 官方的 警方发言人 从乌克兰到芬兰 的一些非法渠道 路线 程序 联络网 全部都已经设置好了 全部是准备好了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备 现在 已经流入了芬兰 是已经 而且 在瑞典 丹麦 荷兰都发现这些援污的装备 他也说 情报表明了 流入芬兰的 当然 有一些 比较劲的 比较劲的 以及 小型火箭 听到这些 这位 芬兰的官方人士 他没有公开更加多的信息 因为可能正在调查 他正在调查 他说情报部门会继续 将相关的资料补上 芬兰港部公司也说 芬兰目前所面临的 困局 实际 早已经在 很多年前有过 前车之监 记得当时 蓝斯拉夫联盟 内战 很多 军备都流入了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手中 瑞典的犯罪团伙 他们就会用 来自于巴尔干地区的装备 来令自己强大起来 这个也是为什么瑞典之前那么多社会问题的络业原因之一 当然 瑞典 是芬兰的轮角 芬兰也是逃避不了这个 现实 对于芬兰的未来 其实 这位官方发言人也有少少悲观 他就说 有组织犯罪现在越来越紧密 而且 他们 现在很聪明 控制着芬兰社会 他们会和轮角瑞典一样 在 存在 围绕亲属关系 和一些相关背景建立 的犯罪组织 会多加留意 当然 他也说 乌克兰是获得了大量的军备 而我们 将会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可以搞定这些军备 将他们 找出来 所以 我们是付出巨大代价 之前普京大帝 在26号的时候也说 你们西方那些坚野流入了一些 黑色的市场 当然普京大帝说的没人听 觉得他是对家废事利利 但是 在今年7月 其实 欧洲刑警组织 都已经警告了 国际犯罪团伙 现在就从 乌克兰 向欧盟其他国家 是 运送一些装备 包括一些很坚的伯伯 无人机也有 而且军用无人机 犯罪团伙 可能在乌克兰边境建立一些兵器库 欧洲刑警组织 已经要找对策搞定 我们看看 其实不单只是 日前这位芬兰的 官方人员 早在8月份的时候 就算 连CBS 即是哥伦比亚港博公司 美国 也说过 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 大量提供 军门 亦都能够 令犯罪分子 流口水 当时 哥伦比亚港博公司 我引述的 就说 被乌克兰的军备 最后 是不够五成 达到前线 即是去到前线 是的不够 全部去了灰色市场 这么厉害 是的 当然这段事情一出来之后 被乌克兰官方罵他 当然是这样 其实 乌克兰 因为俄乌战争掩盖了很多东西 大家都是 同情乌克兰的民众 但是乌克兰 在欧洲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 多灰色地带 和有些贪腐的国家 扎列斯基为什么上台呢 因为扎列斯基当时 他是素人 而且他曾经说 要大力打击探户 但是 当一个国家 他由独立到现在 都是 架床叠屋 和有很多 地下的东西 扎列斯基做了没多久 其实你觉得 会是 很容易搞定吗 应该不会吧 不会 当然 因为 乌军的前线不断变化 而且 之前还有一些国际志愿军 还有些后备役 其实 很难安稳地 这样是运输 军事援助的物品 而乌克兰 其实他们本身 对于这些 工具 这些黑色的市场 一直存在 很久很久 最早的时候 原来14年 克里米亚战争以来 持续提供给乌克兰 援助的 非政府组织 其实 他们也说过 今年4月也说过 最早时4月也说过 哎呀 可能 这位 组织是专门 援助乌克兰的 他也说了大实话 他就叫 Janice 可能最后只有3-40%的军事援助 是到达前线的 不过现在到了8月有所改善 从3-40%变到5成 是吗 他也说 他也是透过非官方渠道 好搞笑 是透过非官方渠道 是运输 他们的物资 给前线 那么搞笑 不是应该官方更加 对呀 他就说 他运输的东西是一些 防御性的东西 就是夜视镜 背心 就是那些 防止廉子的背心 头盔 和 无人机的零件 因为NGO的身份 是没办法提供一些劲的 他也说 乌克兰前线的战事变化很大 加上几乎 大量的志愿军和 准军事部队是相结合的 很难通过 一些稳定的 補级通道是运输的 还有志愿军的 差不多都一七八八了 他有些是 他没有继续招 有些不肯走 OK 他没有继续招 不过 说真的 我想 离世的 或者走得的 都丑真心地说 你跟大卫都走了 好像没有他的消息 可能 在蹲 可能在蹲 他 这位 Jonas也说 没有到达前线的军备 极有可能流入了黑色市场 其实 这个 这样的市场 自从前苏联解体到现在 一直 生意非常的好 蓬勃发展 另外其实 美国 亦有媒体说过 放写 他们 都说 买那么多东西是可以到前线的 在乌克兰接受培训 或者训练的这些 前线士兵 其实 有位 前陆军 战队的 上教 就叫做 米尔本 他也说 如果没有组织协助的话 那些物资 只会到达乌克兰边境 之后就不见了 很多人都明白 他也认为如果美国不可以派官员 去监 监察这些物资运送的话 尤其是军事物资 最少要派几名 有能力的 就是 退役的士兵去看 才可以令到物资正常运转 如果不是就很大事 乌克兰军方也都说 是设立了特别委员会 来追踪境内的军备流动 但是 这个国际特资组织 的 高级顾问他就说 很担心 因为 当时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你知道尤其是 在阿富汗 美军是大量 援助他们的 记得吗 之前我们做节目 美军在撤离之前 去点一点他们 援助阿富汗那些兵器库 很多东西不见了 究竟有什么人拿走了 去了哪里呢 甚至有些人说 可能去了塔德班 现在当然塔德班也不用了 自己也拿了个权 当时 西方也是大量的 军援他们这两个国家 但是 最后来 被极端分子 拿了 有些就是 他们里面 政府军里面 也有些人 拿过那些东西 偷出来 所以最后 那当然很糟糕 大家都相信这个 亦都是乌克兰 可能会经历的过程 如果某些地方输了 或者 有些地方占领了 这些军备 就会去一些 不应该去的地方 到时 不单止是乌克兰政府要面对这些后果 刚才我们说的芬兰 瑞典丹麦 喂 都有机会 所以 当然你可以说 普京大帝26号的时候 说过 你们那些东西流入了黑市市场 你可能觉得它吓你 或者是吓你 但是 现在连芬兰都证实了 真的有这回事 都是那句话 其实今次我的战争 已经掩盖了很多事情 其实乌克兰 究竟够不够格 变成 欧盟的候选国 其实我也觉得差点 我也觉得是未够 因为大家都同情他 硬让他去 只可以这么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